1996年,我們有五位參賽者 但第五位參賽者,他參加了三個月 英國搖滾年齡團Coplay主唱Chris Martin 在瑞士蘇利斯的巡迴演唱會 透露他們成團前,其實還有隱藏的第五位成員 沒想到竟然是 網談前世界球王Roger Federer 居然去年9月正式退役 退休後度生活卻還是過得很充實 不但日前說要成為Coplay 瑞士蘇利斯巡迴演唱會的特別嘉賓 還一同上台 演奏首張專輯的經典曲目Don't Panic 儘管Federer早已體驗過 頂尖大滿貫賽事等大場面 但上台表演還是略顯生疏 不但表情腼腆 甚至還有些臉紅 不曾在場上露出的表情 也讓球迷驚言不已 而且出席完演唱會 Federer緊接著 就在英國溫布敦中央球場現身 和英國凱特王妃坐在皇家包廂 正式自去年退役後 Federer首度重返溫布敦球場 很驚訝 這裡有些貴賓 但也有些貴賓 他不但和妻子和凱特王妃 一同觀看英國希望 Andy Murray等賽事 群場更熱烈鼓掌 交替這位拿下八屆溫布敦冠軍的草地之王 至上最大的敬意 三雷新聞為人中央報導